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全面追击一鸣等人 是 张昆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阁长 行动之前 我跟梅承仙说过 让我先跟一敏接触 可是他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话不仅丁处长听到了 手下的弟兄们也听到了 里面的战士那么紧张 你们居然按兵不动 这怎么解释 按理说 一敏应该是孤身一人 梅术长带了很多手下 我们想 他应该是占据了尚风 客长 再怎么说 梅承仙也是自己人 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 究竟怎么回事 我会调查清楚 只要抓住一敏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看来 对方也有人受伤了 丁处长 科长 马上通知人员 对租界内外 所有的医院和药店 通通封锁 发现有受枪伤的人 或来购买相关药品的人 通通缉拿 是 至于张昆 你就安心地待在真机处吧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离开真机处一步 是 敌人马上就要包围我们了 你们快撤 不然来不及了 不行 我和萨儿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对 前面就有人接应我们 你再坚持一下 不行 你们快撤 这样 你带他走 我去吸引敌人 不行 你个人去太危险了 现在这是最好的办法 听我的来 赶紧走 我们走吧 走 冒友科长 敌人躲进了树林 里面情况很复杂 对方几个人 就一个 对方有人受伤 他们是故意引开你们的 通知其他人 立刻返回原地 是 其他的人给我搜 是 来 慢点 坚持一下 来 进来 丁处长 您怎么来了 请坐 你倒真是沉得住气 我可没有你那么好的兴致 怎么 没抓到人 是啊 这忙活了一晚上 一个人都没抓到 你说这个梅成仙死了 美姑死 会不会迁怒于你我 行动指挥权 是他交给梅成仙的 现在除了纰漏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这倒也是 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我看美姑死 不会对你善罢甘休的 他对我不善罢甘休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也别这么悲观 今晚上真是邪门 对方明明有人受了重伤 可是竟然 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走了 小心 一鸣 一鸣 慢点 我清理干净门口的血迹后 就抓紧时间离开了 谢谢你啊 同志 他是 他是建议我们的同志 今天要不是他 我们两个很难脱身的 你感觉怎么样 我还好 撑得住 不行 你伤得太重了 我赶紧去找我姐 先换件衣服去 还有 特务队医院已经进行监视 多加小心 你把他安置在卧室 我马上就回来 路上小心 不用担心我 照顾好一鸣 一鸣 坚持住 你慢点儿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出来 好 你这儿来干吗呢 我姐在里边工作 我来找她 你怎么来了 姐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医院来了这么多特务 原来是跟你有关系 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万伙计 现在来不及说那么多 受的什么伤 向上 过去吧 检查 这么晚了 您上哪儿去啊 我家里有些事情 要回去一趟 那对不住了 我得检查检查 您的包 这边 您坐好 谭公馆 好嘞 您 då 对于梅成仙的死 你们就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 该说的 之前已经跟您汇报过了 你们和梅成仙一向不合 这点你们不否认吧 是 是梅成先把你置于这个境地 你心中对他充满了怨恨 所以联合一敏给他设了个圈套 今天晚上的行动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本来有机会说服一敏加入我们 可他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是你没有坚持 你 如果是他下的命令 我一定会反驳 可我接到的是 美骨子科长您的命令 我只能执行 你来的 大小姐 小夏怎么在这儿 受伤的是一米 大小姐 你能来太好了 一定得救救她 马上带我去 易小姐那儿 好 你不方便 你在这儿等吧 好 请 好 走 鹤小姐一切 然后再手机会 我现在打开 我不能绑 晓得 好 啊 Calm 我 你闻啊 你能够那儿 你 needle 他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 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就输血啊 这里又不是医院 我拿什么给他输血啊 用我的血 血你不是说过吗 我是O型血 可以说给任何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姑子刚才 分明是对你起了杀心了 再这样下去 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看来我必须要有所作为 有什么办法吗 梅承仙是仗着 她在军统内部复杂的关系 所以才敢对客长夸口说 她能阻止军统 在上海的行动 你的意思是 梅承仙那些关系你也有 她那些关系我没有 但是我一样有办法 能阻止军统在上海死灰复燃 怎么样了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我姐说只要平安度过 今晚的危险期 应该就会没事了 大小姐 真的太谢谢你了 一米失血过多 要不是彩儿给她输血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手术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一米也是我的朋友 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现在你们俩可以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姐 一米和坤哥都是军统的人 今天一米是为了除掉 她们的叛徒才会受伤的 那你们俩怎么回事 我们两个 一直都在做抗日的事情 大小姐 其实 我早就恢复了记忆 我的家人 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一直在为我的家人报仇 我是怕你们担心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对不起 小夏你 一直在为家人报仇 姐 小夏她 其实就是报纸上说的 神秘刀客 你先上去照顾一下一米吧 好吧 你这丫头 真是胆大 做了这么多事情 都瞒着家里人 要是被阿爸知道了 还不为你气坏了 姐 就是因为阿爸一直要求我们 平安度日 我才会瞒着你们的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现在日寇占领了 我们的大好河山 我们要是不起来抗争的话 中国就真的亡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我又没说你做得不对 只是突然听到这些 太过意外了 姐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 你替我保密啊 不要告诉大哥和阿爸 行了 该怎么做 我心里有数 幸好我上次听了六叔的话 在家里准备了一些 应急的药品 要不然的话 还真是束手无策呢 以免这边还是我来照顾 你赶紧带着小夏回去 太晚的话 阿爸一定会担心的 姐 谢谢你 放心吧 由我姐照顾她 她应该会没事的 这件事情 张魂欠我们一个交代 要是一鸣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她的 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她 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她 朱先生说 她制定的这个计划 是基于美骨子 不带兵参与的前提下制定的 所以朱先生要派人暗珠接应 以防万一 如果没有人接应的话 我们根本无法脱险 我不管什么情况 张昆必须把这件事情 给我解释清楚 她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杀掉美骨子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 大左阁下 大左阁下 您还是对张昆存有疑虑 真是因为所有的事情 丝毫没有破绽 所以很难做出决断 梅成仙的死 起因还是因为张昆 可是整个事件 都是因为梅成仙立功新切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我当然也并不完全相信张昆 可是 丁处长始终跟他在一起 他确实没有时间和机会 去制造这样一个陷阱 既然你已经做出决断 那么不用听我的意见 我早就跟你说过 张昆是个人才 也是一把双刃剑 谢谢您的提醒 我会注意小心的 哪儿来这么多文件 你来了 这些都是梅成仙留下来的文件和资料 我看看里面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我觉得你最好让你手下帮你甄别一下 这么多文件你要看得什么时候 不然的话你来帮我看得了 别了 这万一要出什么纰漏 美股子科长就更不相信我了 这是我做的一份监测计划表 请过目 好 回头我好好看看 你们俩把这个文件拿下去 回头把有用的消息挑出来 送给我 是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好 谁呀 姐 是我 大小姐 姐 医民怎么样了 命是保住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 真是太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他吗 等一等 我有话跟你说 那你们先聊 我先过去 动作轻一些 不要吵醒他 放心吧 姐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昨天晚上你们匆匆就走了 许多话都没跟我说清楚 你跟小夏 还有一小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你 承天在外面做那些危险的事情 万一出个好歹 你让我跟阿爸怎么交代 你今天如果不跟我把话说清楚的话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阿爸 别 姐 别 你还记得那天城隍庙门口 被杀的那两个日本兵吗 那天小夏还因为你被撤得撞伤了 其实那天小夏是为了救我 才出手杀了他们的 她要不停 她没吵醒那个 我帮她的王小 那天小夏才是便宜的 你怎么能都还用 已经冰了 等一下 能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还想回事啊 我还想回事啊 区长 您找我 派到医院和药房监视的人 有没有传来什么消息 还没有 对方受伤了 肯定要接受治疗 让你手下的人盯紧一点 我就不相信 找不到一米的下落 是 我马上去安排 大小姐 一米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伤得这么重 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 什么时候能清醒 就要看她的身体素质了 我今天上夜班 白天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还是由我来 来照顾她 她的伤势 还没有完全稳定 就这么走了 我也不放心 谢谢你啊 姐 这边你们两个 也帮不上什么忙 就赶紧回去吧 接的晚上早一点过来 那好吧 我们先走 大小姐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她怎么说过 她怎么说过 她让你我今后做事 一定要小心 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的 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的 走吧 余元宝 你来做什么 大嫂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是过来执行公务的 请让开 你给我站住 阿爸 大哥来了 大哥 几日不见 你的身子骨是越来越硬朗了 你们兴师动众地到我这儿来 到底想干什么 大哥 你也是识文断字之人 这市政府跟租界的公告 你不会看不懂吧 今天下午四点 可是最后的期限了 到时候 如果你还是顽固不划 按照公告行事的话 那你可就别怪老弟我 阿爸 不念旧情了 不就是关门歇业吗 生意我不做了 阿爸 如果你要是敢关门歇业的话 将来出了什么事 你可别怪我 你怎么这么和阿爸 说话余元宝 我现在不是以家人的身份 我是以中日联合商会 理事的身份和他说话 爷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关门歇业就是对抗政府 罪名很大 想要给我罗列罪名的话 你就放马过来 大哥 我就是佩服你的这一身疯苦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阿爸 我再以家人的身份 劝你一句 这件事情 闭嘴 滚蛋 走 好 师父 他们 你 大嫂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余元宝和兔怀智来过了 还是因为五四齐的事情 阿爸 你说我们要不要再商量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好 余处长 我知道你很担心唐爷的做法 会影响你的仕途 但是我告诉你 只要我们俩能够把商会的事情 打理好 景川大佐一定会重用你的 打理好商会 谈何容易 如果你我二人真有这个本事 景川大佐又怎么会 如此去重我岳父 你放心吧 只要 然后 码头的精英权 到了我的手上 他景川大佐和那些商人 一定不会小看我的 阿爸 您真的准备关门歇业啊 不然怎么办 难不成我要把祖宗的招牌给换了 现在租界里边所有的商铺 都已经挂上了五四旗 许多商家的招牌上 也挂上了大东亚的字样 我觉得这件事 您应该再慎重地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 那招牌我是不会换的 阿爸 大哥 六叔来了 那你们先聊 我先下去了 好 老六 你不会像彩儿一样 来劝我答应图怀志的要求吧 大哥 您想过没有 图怀志他们 巴不得您这么做呢 他们之所以到您这儿来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坐实这个罪名 如果您不悬挂的话 不要说咱们的家具厂 就连咱们的码头 仓库都会被他们夺去啊 夺就夺 三军可多帅 皮肤不可多治 阿爸 码头的经营权在我们这儿 我们可以为国家做很多的好事 但是 一旦落在他们的手里 老百姓就只是在遭殃了 那儿 图怀志是什么人 他是帮日本人捣团烟土生意的 我们不能为了一时之气 而做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啊 采儿 你从哪儿学的这些大道理 还一套一套的 您甭管我从哪儿学的 您都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大哥 我觉得采儿说得对 之前呢 我一直是按照您的吩咐在做事 但是这一次您就听我一回 对 五色七颗一挂 但是祖宗的招牌绝对不能换 大哥 这我都想好了 家具城 咱们还打唐氏红木家具 至于招牌嘛 咱们就换一个 大东亚红木家具城 是 停车 处长 我跟我兄弟说几句话 好 哥 有什么事情 你们去唐家帮我看看采儿 看看她是否平安 采儿出什么事了 这里没工夫跟你们细说 晚上我会去趟宣布方 到时候告诉你们 你放心吧 拜托了 好 马上就好啊 好 就这样了 刘叔 小心点 小心啊 刘叔 慢点 慢点啊 来 慢点啊 别磕着啊 唐姑娘 小心啊 是这样 刘警长 什么事啊 坤哥让我们过来看看 你是否平安 我这不好好的吗 不过 医敏伤得很严重 是吗 坤哥很担心你们 回头我把情况告诉他 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那我们走了 好啊 刘叔 这 图会长和余处长 一块儿带这么多人来 是来帮忙吗 我们走 我们走 刘叔 阿爸终于想通了 那还不是托你的福 我们走 他们怎么来了 坤哥让他们来的吗 坤哥派他们 来向我们打听一下情况 没想到他还会关心我们的安徽 他也是一片好意嘛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照顾一鸣吧 走 还是没有一鸣的下落吗 兄弟们整天盯着医院和药房 确实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听说一鸣和唐家有过联系 而且唐家的大小姐是一名医生 你们有没有对她进行过排查 科长 一鸣之前是为了掩护我 所以去过唐家几次 她跟唐家的人没有任何联系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是 我马上对唐家人进行调查 不用了 我已经派了特高科的人 去了圣玛丽医院 明白了 你们真是没用 如果没成现在的话 科长 我跟丁处长一起制定了一份 监测军统的计划书 好 请您过目 幸好当初听你的话 要是梅成仙还活着 说不定真击处处长的位置 就会是她的了 梅成仙新生狭窄 就算她还活着 她也威胁不到您的位置 今天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你对我的帮助 我都记在心里 可我那么客气干什么 我有一些东西落在寻补房了 要我回去的路上 能不能顺便跟我去一趟 你也知道 我现在行动不方便 这有什么 我陪你走一趟就是了 她是过来的 一敏 你终于醒了 可把我们急坏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你跟我们这么客气干吗 你也是为了救我们 她去刺查梅成仙的 易小姐刚醒 现在还很虚弱 我要怎么跟她说话 她现在需要的事休息 你们都注意啊 只要不发烧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先回医院 有什么事情 就马上来医院找我 姐 我送你吧 你辛苦了 小夏 你照顾啊 走 幸好你没事 否则这一次 我饶不了张昆 这次是亿万 不能怪你 你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 快点 快点 坑哥 彩儿一切安好 不过一敏受了重伤 正在休养 好啊 我选择的这颗心 终于落地了 你马上通知彩儿 现在特高科的人 对唐家 尤其是对兰儿 已经产生了怀疑 他们的行动 都在监视之下 行 我马上去告诉他 还有 这样 兰儿和彩儿 如果都不在家的话 会引起特高科的怀疑 那么 你让你妹妹去照顾一敏吧 好 我知道了 坑哥 坑哥 就这些东西了 一敏现在应该在于庆坊 那个地方我们知道 拜托你们了 放心 好 好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有什么烦我的东西 你就是唐家大小姐吧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不发烧了 看来她的伤势已经在恢复了 扶我起来坐一会儿吧 你还没有完全好 还是躺着吧 我已经好多了 一直躺着也挺累的 好吧 来 小心啊 慢点儿 你饿不饿呀 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想喝粥 但是你又不会做 都开始取笑人了 看来真的是好多了 我给你买去 我去看看 对 你怎么过来了 小夏 坤哥让我告诉你 特高克已经开始监视你们了 让你们多加小心 这位是 这是我妹妹 以后就让她来照顾易小姐 也好 你们总不在家 特高克的人会起疑心的 那这也是坤哥的安排 对 坤哥让我转告你们 千万多加小心 一定不要暴露 她现在一直和真机处的人在一起 暂时没有办法过来 大小姐是不是也被特高克的人监视了 对方主要是因为唐大小姐她 医生的身份 才起了疑心 那一敏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我们去医院看看我姐的情况吧 冯夕 我们会照顾好她的 谢谢 进来 张队长 找你们什么事 这几个是梅成仙留下的资料 你们拿去仔细查看一下 好的 我们先出去了 等等 还有什么事 这件事情啊 就不要跟丁处长说了 免得我还要去解释 太麻烦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们先出去了 姐 你们先出去吧 不需要你们了 你们怎么来了 大小姐 是不是特务来过 特务来翻看我的东西 还问了我不少问题 姐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你已经被特务给盯上了 伊敏那边有人照顾 你暂时不用去了 如果真有需要 我们再来找你 我知道了 那我们先走吧 等一等 你一定要保护好彩儿 千万不要让她出事啊 她小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负责彩儿的安全 姐 我先走了 走了 阿爸 您找我 阿爸想让你呀 去找一趟余烟堡 他都已经翻脸不认人了 还找他干什么 张坤的母亲 现在还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我想让你去找他一下 看他能不能想办法 把张坤的母亲给救出来 我觉得指望不上他 余烟堡 毕竟在政府部门上班 你告诉他 只要他能把张坤的母亲 救出来 我唐祖光有的 随便开口 阿爸 你 好 我试试 小夏 你跟我出去一趟吧 去哪儿啊 彩儿 你又要带小夏去哪儿啊 阿爸让我去找余烟堡 我一个女孩子进出政府不太方便 就让小夏陪我一起去 师父让你去找余烟堡做什么 他想通过余烟堡 把张坤母给救出来 那这是正事 你们赶紧去吧 行 那我现在去了 走了 去吧 铁书长 来了 快坐吧 我坐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哪儿找到的 在梅城仙遗留的文件中发现的 军徒上海每一个行动组 都有一个秘密储存军火的地方 每一次行动的香烛弹药 都是从那里去除 看来这个情报的可靠性很高啊 他之前不肯告诉我们 是给自己留着后路 通知他告课了吗 通知了 要不然日后给他知道了 那还得了 说得也是啊 你赶紧通知弟兄们出发吧 好 就像阿爸说的 总是要试一试 阿爸和张伯母是多年的故教 现在张伯母有难 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 阿爸心里肯定过也不去 走 是坤哥他们 渊元宝那边你先过去 我去看看 那你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好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嗯 一族包围 二族准备进攻 是 是 禁止了 等等 怎么了 这情况有些不对啊 怎么 太安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